万万没想到,45年前真的有人在这里挖出帝王绿,无数人为他疯狂的原因就是能让人一夜报复,也能让人倾家荡产。 但是有一个极大的比分,想去到达安底斯山脉,必须得通过一段70公里的地域之旅。 新的赛季已经开启,对于寻宝人来说,每年挖浴的时间都非常短暂,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开采。 毕竟一个赛季投入的资金实在是太多,众人整理好装备,准备前往安底斯山脉。 他们只想到今年的浴室价格很好,却忽略了那条可怕的山路,老罗觉得这条公路并没有传说中那样,只是偶尔有一条小溪把,不过就在下一秒,他们发现前方道路已经坍塌,现在唯一能过去的只有探过这条小河。 由于大家都不清楚小河的深浅,都不敢贸然行驶,虎妞海燕可不管三七二十一,直接开的四驱车冲进河里,此时的海燕像是被覆没一样,狂野的笑声震荡天际,众人看到没有危险都紧跟气候, 他们不知道剩下的道路会越来越难走,没走多远,前方出现了一个泥潭,海燕很轻松地开了过去,随后车队也跟着枪了,就在下一秒,灾难降临了。 幸运的是老罗的车已经过去了,中人只好用救生伤把后车给拽出来,经过几次尝试,根本没有任何作用,一旁的乔西似乎有啥都懂了,指挥着老罗让其从侧边绕过去,在后面把车拽出来。 老罗虽然极不情愿听取乔西的意见,可还是决定试一把,终于开到了对面,直接套上绳索,把泥潭里的皮卡成功地拽上来,老罗告诉众人,都瞪大了眼珠子,按照他走的路线看。 万万没想到这次掉链子的竟然是自己,中人快速跑过来查看,这回不只是车子陷进去,而且连传动轴都给干断了,要知道在这条路上,两驱车是无法行驶的,后面老费的卡车一看这条路行不通,马上绕倒而起。 没想到这台车也陷入泥潭之中,众人顿时慌了起来,经过大家的思考,决定用仅有的两台四驱车来解围。 看着车子小没想到力气还挺大,真的把困在泥潭里的卡车成功解救上岸,另一台车就没有这么好弄了,就在此时天空飞过来一架直升机,这可真是救命稻草,寒烟马上拿起无线电开始联系,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理他们直接选择离开。 这次是真的走投无路了,突然老皮说他车上有一个刚换下来的轴承,众人突然兴奋了起来,老皮随后表示车子在翡翠城,要知道一个来回最少四个小时的路程,不过现在众人也确实没有任何好的办法。 只好选择等待老皮拿着轴承回来,老皮刚离开后,天空那架直升机又飘了过来,寒烟再一次拿起无线电尝试,没想到对方真的回应了,而且还同意帮助他们,前提是得给他一块上等A级浴室,随后直升机返回翡翠城,众人为了节约时间,决定先把卡车拉出来,前方的路开到哪算呢,不过好景不长,两驱车在这里真的是如铝薄冰一样,开了枚堆酒又陷入土堆里。 哦,来吧。 眼前的这块石头,竟然蕴含着极品的玉石,很多寻宝人在这里赚得盘满钵满,而老罗一家似乎是个例外。 新的赛季刚刚开始,寻宝团队在70公里地域之路差点团密,里边的海燕搭载直升机,提前来到营地,马上用无线电联系老罗等人的状况。 谁知距离太远,根本没有信号,顿时一股不响的预感涌上心头,画面一转来到老罗这边,此时的路程距离营地价要30公里,看似短暂的路程,实际上却困难重重。 老罗不停地嘱咐大家,一定要格外小心,而老费却觉得,这条路似乎并没有那么难走。 就在下一秒,一条汹涌的小河阻挡了众人的路线,老罗率先开着皮卡,一脚油门冲了过去,原来这条小河只是开胃菜,随后的泥潭才是正主。 这次依然选择了横冲直撞的方法安全度过,可是老费就没有这么幸运。 卡车直接抛锚,现在众人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结果,随后用拖拽的方式,把卡车拽出泥潭,不过卡车的状态很不乐观,发动机已经进水,这意味着暂时不能启动打火,目前只能等待干透之后再进行上路,此时天色已经渐渐地黑了下来。 安底斯山外的夜晚,一般都会在零下十度左右,海燕焦急地用无线电再次联系众人,话筒的另一端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。 随后无线电失去了声音,另一边的老罗查看了卡车的情况,根本无法启动,如果继续待在这里,明年这里的坟头草就会一米多高。 随机决定起车,大家只好先到达营地再说,道路漆黑一片,而且已经驾驶了14个小时的老罗,已经开始出现虚托的样子。 刚要坚持不住的时候,终于发现了不远处有亮光,此时的海燕也是早早地在门外,等待众人的安全到来。 第二天清晨,老罗擦着自己矮车,当即决定要向父先修,忍者心痛让老费等人开着推土机,先把这条唯一的道路进行修缮。 如果一旦发现玉石,以现在的道路状态根本无法护送下山,众人知道维修这条道路,最少需要两周时间,财运机的时间要比金钱更为重要。 看来抠门的老罗这次是洞真格,里边的老罗一家来到野外矿区,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幕,露出灿烂的笑容。 这里可开采的矿石很多,但是他们的时间并不允许切割所有的石头。 海燕当即决定,把赌鱼前老马再次搬来,拯救现在濒临破产的翡翠城。 老马也是为了这个唯一的女儿操碎了心,随后在海燕的带领下来到矿区。 老马试图敲了几下附近的石头,顿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,没想到这片矿区竟然蕴含着大量的玉石,而且在东南方向,隐约隐藏了一条极品玉脉。 海燕顿时心里乐开的花,虽然老马的话有80%是水分,但是剩下的那20%已经足够了。 里边的老罗正在用那辆舍不得扔的报废卡车,把所有遗弃在路边的车全部救援回来。 随后众人来到野外矿区,老马凭借40多年的赌鱼经验,告诉众人要在这里进行采样,可是倔强的老罗却有自己的观点,直接让乔西在这块巨大的石头上进行采样。 迫于老罗的威压,只好拿着设备进行工作,随着机器的启动,不一会一管样品开采出来。 当众人满怀希望地看到样品后,脸色瞬间按了下来,眼前的样品质量很差,如果要在这里开采的话,极有可能把裤头都赔没了。 此时的天气也特别应景,突然下起了小雨,众人只好暂时离开狂区,而乔西却觉得这帮人太容易放弃了,做人必须要有不撞南墙心不死的决心,随后凭借多年修车工的经验,又找到一块石头进行钻孔取样,不一会样品开采出来。 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,马上召集众人来到狂区。 当大家看到眼前的样品时,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老罗更不相信这个逆子竟然比自己有眼光,随后拿着设备亲自采集样品。 没想到这次的样品,竟然和乔西采集的一模一样,用手电一找,竟然还是苹果率级别的玉石。 这一刻所有人都对这个逆子有了新的看法,那么问题来,这次老少三代共同上阵,能挽救濒临破产的翡翠城吗? 乔西此时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恐怖,如果松开刹车后,他和卡车将会翻滚到山下。 清晨乔西开着装载移动房屋的卡车,在上坡的时候,轮胎突然失去控制。 慌忙之时,迅速用脚踩住刹车,此时一旦松开脚的话,那么乔西将会和卡车一同遇难。 老罗得知消息,马上用对讲机告诉他快速跳车,可是乔西知道此时已经来不及了,他必须用尽全力,暂缓卡车向后方滑动。 很明显乔西已经坚持不住,幸好老罗及时赶到,用拖车身牢牢拴住卡车,惊闲的一幕出现。 经过二人的努力,终于把卡车拽回到平稳的路上。 惊魂未定的乔西终于松了一口气,要知道这次可是老罗把家底都拿出来购买的房屋。 如果一旦出现问题,那么他们这个赛季就没有住的地方,众人就会被迫停止挖矿。 刚刚脱离苦海的一家人,又碰到新的问题。 前面这个急转弯,对于超长的卡车来说,根本无法通过。 乔西这次也是拼了,硬着头皮前行,老罗却发现卡车已经有侧翻的迹象,而且轮胎都已经悄悄地离开地面。 无奈卡车只好又僵持在原地,就当大家犯愁的时候,没想到老皮竟然开着推涂机前来营救。 经过共同的努力,卡车又一次化险为一,经过几次的突发情况,老罗觉得乔西缺乏实战经验,只好自己在最前方引导正确路线。 虽然过程很危险,但是他们这次真的是输不起。 不过逆子乔西怎么可能乖巧地听老罗的指挥呢? 经过争吵后,扔下卡车扬长而去,老罗直接气个道歉,一旁的老飞看到事情不妙,马上接贴了乔西的位置。 老飞的驾车经验的确不是盖的,操控着卡车缓缓向营地走去,经过了一个下坡的时候,发现刹车似乎又出现了问题。 好不容易把卡车憋停,马上下来查看刹车片的状态。 寒烟得知这里发生的一切后,马上带着饭菜在半路上与众人回合。 由于天色已经渐渐地黑了下来,以现在的状态根本不适合走夜路,今晚只能在新的房屋里试睡一醒。 第二天清晨,本来就不好走的道路,又碰到了大雨,这可真是乌漏偏逢连夜。 大家也是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,这个赛季已经耽误太长时间了,众人只好顶着雨继续前行。 老罗欲感到这条道路并不平静。 果不其然,就在一段小泥坑的道路上,卡车再一次抛锚,心还一直很好的老费都忍不住抱了粗口,抱脾气一上来,就猛踩油门希望大理出奇迹。 文字疯狂地转动,可是卡车却连一步都没有动,无奈之下只好通知老皮,再一次开推土机前来救援。 在推土机的帮助下,卡车顺利冲出泥潭,此时天气也转晴了,这回应该可以顺利地到达营地了。 没过多久,众人又傻眼了,前方连迷路都没有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小河,乔西此时突然冲进驾驶室,过河对他来说可是手拿把枪,没想到真的很顺利地过去。 老罗此时对乔西稍微有了一些改变,没想到破土豆子不肯夸,下一秒就把卡车开到山坡上去,这下可糟糕透了,好在推土机一直保驾护航,再一次帮助卡车回归到正午。 老罗知道剩下的两英里道路才是最难走的,只好让老飞去开卡车,而且把两辆推土机都调过来, 辅助卡车前行,前面有推土机开路,后面有推土机助理,这次终于成功抵达营地,还阴望着完好无损的房屋,心里顿时送了一口气,众人都明白住的地方解决了,那么他们将会全力以赴地前往矿区开采于尸,寻宝人悄悄来到野外,竟然发现一块九十吨重的矿石,这可能是他们发家致富的一个筹码,就在刚刚乔西和老屁来到三天前发现的矿石旁边,今天他们的任务是鉴定严新的品质,随后拿出工具就开始探测, 众人都明白一百天的财运剂已经缩身无几,时间都白白浪费在路上和修建房屋,今天务必在太阳落山的时候,拿到严新样品,老屁掐指一算,大概需要五个小时的时间,可以完成采样任务,而乔西觉得上班摸鱼简直太舒服了,不用面对老罗纳夫面孔,另一边,海燕突然接到一个极为不利的电话,原来北部消防中心来电话,距离安底斯山脉不远的地方, 发生一火,情况非常严重,让众人迅速撤离,海燕觉得大火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,先让员工继续采矿,窗外的火势逐渐扩大,天空阴沉的可怕,由世界末日一般,画面一转来到矿区,乔西已经开采出一块严新样品,外观透露着悠悠的绿色,就在这个时候,老罗夫妇来到矿区,想要把野火的事情告诉众人,当看到样品的时候,就把要说的话淹了下去,随即让众人把矿石运送下山, 可是老罗却说出了实情,原来这块重达90吨的巨石,根本没有工具可以运送,就在大家沉默的时候,乔西突然表示,可以把炼鸡带到矿区,直接在这里分割,大家顿时看到了希望,不过众人马上眉头紧锁,原因很简单,切割矿石必须有足够的水源,但是这里离水源很远,除非把巨大的水箱搬到山上,可是现在火势很快就会蔓延到这里,时间极有可能来不及,为了能早日退休,海燕决定赌一把,随后和老罗返回营底,乔西看着天空觉得太阳 而且有很多烟雾飘了过来,老飞更是枪的眼泪直流,二人根本不知道,此时森林的火灾有多么严重,一旦燃烧到这里,他俩直接就可以永垂不朽了,绝无逃生机会,没过一会老罗就让二人先返回营底,他们首先的任务是把大水箱带到山顶矿区,众人把水箱放到卡车之上就驶向矿区,此时火灾情报员再次来到营底,并告知老罗一家迅速撤离,森林大火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逼近,固执的老罗不但没有撤离,反而让众人快速上 工作,如果等到大火退却的话,这个赛季时间根本就不够用,另一边的老飞的卡车突然陷入一坑,当时就蒙缺了,尝试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,随后只好打电话让人来救援,等了半天竟然是乔西开着挖钩机赶到,老飞也是半信半疑的跟着乔西一起努力,最终二人成功把卡车抢救出来,并且安全的护送到了山上,乔西突然望向天空,觉得此时景色犹如晚霞一样,老飞却笑出来,他明白一旦火事要是蔓延这里,他俩都得完完,另一边营地里的海 海烟留了一手,直接装病躺在床上,队员表示二人先回翡翠城苗里,这里就交给他们来完成,就在下一秒,森林防火员再次赶到营地,命令众人马上离开,老罗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,马上下达撤离命令,海烟虽然舍不得那块90吨重的矿石,但是在这种紧要关头,他只好听从指挥,最先跑的就是乔西,嘴里还不停地大喊,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,众人能在大火来临之前撤离山下吗? 在野外究竟发现了什么浴室,让寻宝人一家如此高兴,乔西无意间发现了一块矿石,凭借着非常不准的第七感觉,直接上链锯开始切割,而此时矿石的切割时间很长,众人都没有失望,反而开心地笑了起来,原来在切割的时候,越是好的矿石,切割速度越慢,乔西隐隐觉得里面会有一级浴室出现,经过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切割,矿石终于一分为二,看到眼前的一幕,兴奋地喊来对手, 就一起欣赏,老费仔细查看后不停地点赞,没想到乔西竟然堵出一块A级苹果的浴室,海燕得知消息马上来到矿区查看,没想到也被眼前的矿石震惊到了,心想这下老罗应该对乔西改变一些看法了,只是万万没想到老罗赶到现场,用手电查看了一下,随即一脸不屑地表示,浴室虽好但是有裂纹,这种货色根本值不了几个钱, 海燕当时就觉得老罗在针对乔西,而且这种级别的浴室非常漂亮,老罗却像风一样乱咬,海燕不明白为什么老罗的情绪这样激动,难不成他怀疑这个逆子不是他的,随后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,老罗觉得他没意思,随后转身离开,在场的众人也是面面相聚,乔西更是脸上邪马委屈二字,其实真正的一级浴室,只有老罗自己心里明白,为了证明给众人看,老罗亲自上山寻找, 可是一望无际的荒野,根本无从下手,突然间想起来,老马在临走的时候,说过有一处地点,那里能挖出好品质的浴室,当时老罗根本听不进去老马的意见,而且指挥众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开采,这一波操作硬是把老马记得拿着铺盖卷走人,由于现在采预计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老罗直接找来老批,来到曾经老马育人的地方进行开采,没想到二人挖了几桥,就在外表层发现了类似翡翠的矿石,可想而知矿石的中心的多么完美, 马上召集众人开着挖掘机,进行大规模的开采,老罗此时很好悔,如果当初自己不那么偏近,如果能听进去老马的话,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原地退休了,不过时间哪有如果,随后挑选了一块非常满意的矿石,开始进行切割,这次的主刀依然让乔西来完成,乔西并不知道这的石头是老马所制的地理,本来想嘲笑老罗一番,没想到矿石切开后,找来众人查看,想让老罗出出丑,经过手电的茶叶,没想到玉石橙色堪称为极品, 所有人张大了嘴巴,都能塞进一头猪,寒烟顿时对老罗佩服的五体头顶,并且询问这块矿石在哪里找到的时候,老罗支支吾吾的表示,是当时老马所指引的地理,寒烟当时如同五雷轰顶一样,现在人太多只好给老罗留点面子,不过晚上翡翠城恐怕就会出现一位伤惨人士,眼前的这块矿石最少能卖到200万,这足以让所有人过上一个好年,大家觉得打铁的趁热, 又挖了几块矿石装到卡车上,准备拉到翡翠城进行出售,没想到短短的一个小时路程,意外又一次讲明,卡车的轮胎突然爆裂,而且轮毂都已经变形,老飞查看了一下车的状况,根本无从休息,抠门的老罗怎么舍得购买配件放在营地呢,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开, 终于在两个小时后,才把卡车开回营地,众人看到惨不忍睹的卡车,迅速把矿石转移到了立台平板车上,接下来老罗一家又会碰到什么麻烦,中国土豪再一次光临翡翠城,就在下一秒,被眼前的这块平平无奇的石头给吸引住了,惊讶地发现矿石闪烁着悠悠绿光,极有可能是一块世界上最昂贵的和田玉,但是和田玉出自塔里木盆底之南的昆仑山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,就在上周,老飞等人无意间在野外发现一块矿石, 没想到切开了一瞬间,里面的色泽晃下了众人的眼睛,随后他们快速返回矿区,准备切割剩余矿石,谁知道气温突然降温,导致水管都已经冰冻,要知道没有水,是根本切割不了矿石的,这点小问题可是难不住心灵手巧的员工,他们不但解决了水管的问题,还把切割机顺利开启,经过了数小时的切割,成功切下来两块毛两,并且快速地弄到卡车上,这可是上等预示,二人用星云锁链不停地缠绕,生怕矿石自己长腿跑, 老累了一天,二人打算第二天清晨再往翡翠城出发,万万没想到就在夜晚出事,凌晨四点多的一场汹涌的暴风雪,无情地刮了过来,老皮等人也是突然被惊醒,要知道矿区在这种情况下极其危险,二人迅速拿起无线电开始联系老卢,结果受到影响卫星电话没有信号,二人顿时担忧了起来,彼此互相安慰着对方一定会没事的,现在预示对众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,毕竟有命在才有翻身的资本, 所谓留的青山在不怕煤柴烧,经过商量二人决定赌一把,开着四驱车赶回翡翠城,刚开了没多远,发现路面的鸡血已经无法通行,如果四驱车被困到半路上,他们很有可能被冻死,二人只好再次返回营地等待救援,老皮不断地长手无线电,就在下一秒海燕的电话被打通了,海燕得知这里的情况后,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明天中国土豪会来店里选购矿石, 你们不管用什么办法,一定要把矿石送到翡翠城,二人也是苦着脸,只好希望一切平安,第二天清晨中国土豪如期而至,海燕只好使用拖延战术,想参观一下翡翠城的其他鱼石,可是土豪并不感兴趣,只要看下那块矿石,海燕此时支支吾吾地表示,他手里有一块迄今为止最大的玉雕,这个玉雕一周后就会在加拿大上市,这可是重达四吨的成品玉拳,你如果喜欢的话,我可以给你打个折扣,龙物却只要那个矿区之上的原石, 并且对于这些成品并不感兴趣,只因为中国的手工工艺,远远超过国外这些人的技术,海燕看到对方如此执着,只好全盘拖出事情的原委,龙物很不理解他们的做法,就算在赚钱,也不能把队员的安全放置不管,并且表示再给海燕三天时间,如果原石还不能运送山下的话,这场交易将会取消,海燕的心终于送了一口气,刚刚送走龙物,便开始联系老P等人,抓紧时间把原石送到山下,海燕看着眼前的玉石,就在下一秒,突然情绪 对着自己的老父亲就是一顿狂喷,两人也是互相激烈争吵起来,翡翠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,原来采玉机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由于人手不够,海燕让老父亲前来帮忙,谁曾想老马竟然把药付给龙物的玉石,给切成了薄片,而在一旁的海燕,此时已经慌得一批,老马却表示巨大的玉石很难出手,如果给切成小块,以二十枚刀一块很容易出手,这样可以缓解翡翠城的压力,海燕一听更上火了,愤怒的喊道,按照正常的营销手, 这个思路是没有错的,可是你把药交付的玉石给切了,那可是中国土豪指定要的巨大矿石,老马这才意识到自己切错了,并且造成了极大的损失,海燕此时多多逼人的朝着老父亲不停的输出,老马觉得毕竟是自己的女儿,不想在一起争吵,可能是海燕的生活压力太大,只好忍者怒气独自离开,望着老马远去的背影,海燕突然觉得心里酸酸,画面一转来到矿区,老罗带领众人正在切割眼前的这款重达九十吨的矿石, 这可是一笔未知的财富,由于暴雪随时来临,他们此时也都是与时间赛跑,一旦暴雪封目,他们根本无法运输,所有的队员也是不敢偷懒,现在可是最后一嘟嗦的时候,年终奖课都在这块玉石上,在经过了数小时后,玉石终于被切开了,众人也是兴奋的庆祝一下,这一块矿石还是远远不够,马上用链条继续套上矿石开始切割第二刀,现在已经接近财狱界尾声,矿区并不需要太多人手, 所以让逆子乔西坐直升机返回翡翠城,毕竟看到他,老罗的血压就会飙升,乔西拥抱一下老罗,就带这狗子坐上直升机离开了,此时天际已经阴暗下来,老飞觉得现在情况并不渺,这意味着冬季会提前到来,就在三人讨论下一步该怎么运作的时候,老皮突然大喊, 5,4,3,7 玉石成功切开,众人快速上前用手电查看了一下玉的品质,没想到玉石的颜色很优秀,而且里面没有列文,虽然不是极品的苹果绿,但是胜在体积庞大一辆取胜,马上拿出手机,抬到网上进行出售,众人都知道这次他们赌对了,如果可以顺利运送下山,那么他们必然会赚得盆满钵满,事不宜吃老罗马上指挥众人开始装车运输,由于矿石的体积实在太大,对于卡车 这来说已经到了极限,好在通过众人的努力,终于把矿石放着到卡车之上,不过意外在一次降临,天空中已经开始飘了雪花,众人也是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了,宝学说下就下,根本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,老罗当即决定,先把切割下来的矿石运送下山,不久这里将会变成地狱,刚开没多远,就发现地面已经开始泥泞起来,前方更是迎来的陡峭的下坡之路,此时的卡车重量已经超载,刹车几乎是半无的状态,老皮也是拼尽全力的向前行驶,并且 不停地喷着脏话,来壮大自己的胆量,突然之间卡车停止了行驶,老皮马上下车查看见,原来是刹车片出现了问题,马上用水开始降温,短暂地休息了一会,老皮继续驾驶卡车前行,接下来的路程越来越难走了,当众人安全地度过了小河之后,又来到了曾经困住众人的泥潭,小编在这里非常不明白,就这一段非常难走的泥路,为啥就不能休一下,都被困在这里多少次了,经过了长达十个小时的路程,他们终于抵达了码头,第二天清晨, 老罗就迫不及待地在众人前来开始炫耀,寒烟上前不断抚摸这块巨大的浴石,没想到浴石的品质竟然达到了珠宝机,站在一旁的老马,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,但是不得不说,这次真的让老罗碰到硬货了,随后众人开始清理这个赛季才到的浴石,并且标好价格打算大赚一笔,寒烟看着家人共同的努力工作,再也没有互相嘲讽,此时感觉心里很安慰,看来终于可以度过一个温馨的冬天, 就在最后的几天里,队员在野外又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矿石,二人果断决定将其掘开,并且带回翡翠城再捞一笔,谁曾想昨天刚刚动化了电锯,今天水管又开始上洞,老罗只好用四个小时的时间,才将水管化开,第一时间开始上连条切割巨石,另一边的老飞却碰到了新的问题, 挖掘机在上山的时候,发现那条破烂不堪的路已经上洞,这意味着卡车运在巨石下山的话,会有很大的风险,好在老飞的技术超群,一拳一拐地把挖掘机艰难地开到山上,随后找来老罗夫妇进行讨论,在最后的几天里,是否冒险再干一次,众人也都是拿捏不定,这种条件下如果出现意外,那将会是致命的,不过又不甘心主书的鸭子就让它飞了,随后老罗决定切下一块带子,这样会节省很多时间,并且明年的启动资金也有着落了,说干就 众人马上来到矿区,没想到新的意外再一次降临,水箱里竟然空了,没有水害欺少,老罗觉得现在别无选择,及时路再难走也要拼一次,空车下山还勉强可以,当把水箱灌烂,再一次开往矿区的时候,果不其然卡车直接陷入泥潭 这次老罗却一点都没有担心,很明显留了一手,随后让老匪开着挖掘机前来救人,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响起,很快卡车成功解救上岸,来到矿区快速把水箱装满,随着机器的启动,切割玉石继续开启,就当玉石要切开到时候,海岩骑着四驱车来到矿区,这次切割玉石将会是这个赛季最后一次,想过来留个纪念,就在这时玉石被切开 众人又开始拿出手电,查看一下玉石的品质,没想到这次读出一个,有时以来最好的一次A级玉石,所有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,随后又自己检查下来,海岩直接提议让众人再次切割,这样在暴雪来临之前,把这块巨大的玉石全部弄到山下,众人虽然极不情愿,但是破于老板娘的威压,只好乖乖听命,海岩返回营地后,查看近几天的天气,没想到明天天气骤变,将会有大暴雪来临,而且会持续三天时间,海岩当时 就慌了,马上喊来老罗一起商量讲,海岩觉得在这里等三天过去之后,再继续切割,毕竟错过这个机会,将不会再有了,老罗却极力反对,在上个赛季的时候,他与队员就是玩走几天,结果差一点命丧矿区,只好舍去重型设备,开个越野车艰难地逃了出来,固执的海岩此时眼力都是那块玉石,根本听不进去老罗的劝告,此时的老罗第一次硬气起来,对着海岩就是大吼,不能因为财富而把所有人都置于危险之中, 虽然碰到了最好的玉,可是不能拿队员的生命去做赌注,随后老罗带领众人,拉着切割下来的玉石返回营地,并且开始断点清理垃圾,准备返回翡翠城,海岩望着矿区没有被拉走的极品玉石,心中满事不舍,看来只能等明年再说了,第二天清晨翡翠城被大雪覆盖,众人来到老罗门前告别,老罗夫妇也是满怀不舍的,与共同奋斗的队友们拥抱,老罗团队终于在这一季赚得盘满钵满, 感谢观看